嗨,大家好,我是阿丹 今天呢,要来跟大家分享的是 豆神这一位神明 最近呢,台湾出现了不少 这个猴豆的个案 那猴豆呢,也算是一种天花的病毒 那现代呢,其实都有这种疫苗呢 来根治或防治这种天花类的病毒 但是在以前呢 天花类的病毒呢 它的致死率是非常的高的 所以呢,在医疗不发达的状况下呢 就只能请求神明来帮忙 边出现了祭祀窦神或窦神娘娘的文化 那窦神或窦神娘娘是谁呢 其实没有一定的说法 有男也有女 那我们从最普传的封神演义说起 在封神演义里呢 江子雅在伐咒的时候 在童关 他遇到了这个渔化龙元帅 那渔化龙呢,有五位儿子 那分别是渔达、渔照、渔光、渔仙 还有渔德 其中这个最小的儿子呢,渔德 他擅长这个法术 所以呢,他就潜入了这个周营 散播了这个五斗的毒痘 全营呢,都染上了这个痘疹 在全军将士奄奄一席之际呢 好在这个杨茧呢,他并没有在这个营内 所以呢,江子雅马上派杨茧呢 去取回这个灵药 才化解了此次的劫难 那江子雅痊愈后呢 便率兵来攻打这个渔化龙 那渔化龙呢,这个五位儿子呢 都暂时在这个沙场上 渔化龙悲愤之余呢 就在战场上自吻而死 江子雅的这个成功伐咒之后呢 在封神台上呢,便封渔化龙 为这个主斗援君 那他的妻子金氏呢,就是斗神奶奶 五位儿子呢,分别是东南西北中五方的斗神 另外呢,还有一个说法是说 这个唐朝呢,武则天 他因为喜欢这个面容英俊的男子 曾经下召各地呢,要推选面容较好的男子进攻 但是有一帝的刺史呢 他叫做张帅 他反对这个举动 所以呢,他便谎称呢 以当地,这个有流行这个斗神为由呢 来搪塞 那此举一出呢,就拯救了很多个百姓 免受这个离散之苦 那当地人感激这个张帅呢 还帮他见了这个神子 这件事呢,传到了玉皇上帝的耳中呢 便让他兼领这个天下的斗意的防治 因此张帅也称了斗神 那在湖北地区呢 则流传斗神呢 是流或流夫人 在这个清代的子不语这本书中呢 我们就记载了宋朝的安徽的太守 陆宫治理这个地方 相当的有成 所以相当受人民爱戴 但是他的女儿呢,却早亡 上天知道这件事情之后呢 非常的怜惜 便封了这个陆宫的女儿为这个斗神 另外在台南的冬月殿呢 也有奉仕这个斗窗之神 这个叫做朱匡 朱匡呢,他是唐朝的近世 也是清田的县令 那他因为晴于正世呢 而过劳而死 死后呢,竟然还有这个白鹤呢 环绕这个衙门不离去 湘敏就认为 那应该是朱匡的化身 那又有人说 朱匡的过梦呢 要湘敏赶紧躲避这个瘟疫 因此呢 每逢瘟疫就变为向朱匡来祈求 祈祷 台南冬月殿呢 则称朱匡为这个 主管小儿天花之神 所以你仔细看 我们这个朱匡爷的脸上呢 还有一颗痘痘 除此之外 彰化的开化寺 也有奉似斗工斗婆 这个由来呢 是在清朝年间时 天花肆虐张化成 正当官员一生不知所措时 突然出现一对 医术高明的夫妻 治愈了许多染疫的百姓 但是当众人要去打谢时 这对夫妻却不知所向 因此地方人士雕刻了 斗工斗婆来奉似 现在虽然没有了天花 斗工斗婆因此转型为 医美之神 直到这次好斗青台 他们才又重回老本行 所以说呢 这个斗神呢 跟斗神奶奶这个职位呢 是可以由很多人 来这个担任的 也有人说 斗神奶奶为天花娘娘 虽然呢 天花呢 是一种疾病 但是相对于斗神 天花可以算是一种雅称 天花娘娘 常配饰在这个 臂侠园君的身旁 那关于臂侠园君呢 我们改天再说 今天就先到这里啦 下次见啦 拜拜